今天大家在我們節目一開始 想看到這部作品 應該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樣 都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曠世巨作 這叫做玫瑰花的一個花鐘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其實始鐘在這邊 但是重點主角已經不是始鐘了 這真的是美得像一幅畫的作品 因為旁邊很多水晶玫瑰花 然後有楓葉 事實上今天的這幅作品 是用我們現成的花材去拼湊的 主要是你看 它就像是一個裝置藝術 你可以掛在家裡 畢竟現在有點涼意 有這部作品很應景 又很漂亮又很浪漫對不對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傑顧巴托達人麗瑩老師 大家好 我是麗瑩老師 老師 我覺得這幅作品 真的是太厲害了 很多人看到應該第一時間都覺得 這怎麼做的 這需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 才可以完成這幅作品 今天的材料其實有點複雜 但是都不是很貴的東西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底部是用瓦刃紙 你知道 就是大家那個箱子的瓦刃紙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鴨花 老師今天準備了這個太陽花 跟瑪格莉特 楓葉 還有這一次的話 是要用膠膜來包覆起來 老師今天教大家的 不是用護備膠 那個護備機 今天要用電影朵來燙 再來就是我們的食中 還有我們的壓克力顏料 今天老師要教大家 怎麼把壓克力顏料 畫成像油畫效果一樣 好 首先呢 OK 我們就先把這個瓦刃紙拿出來 還有我們的壓克力顏料 如果小朋友沒有壓克力顏料的話 可以用最便宜最便宜 文具店裡面就有在賣的東西 然後不用刷底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瓦刃紙 但是我們會挑比較有厚度的 你如果挑太薄的時候 有時候刷上去的時候 它指板會遇到水會變軟 還有就是我們要做效果的話 油畫效果的話不要加水 千萬不要加水 它才會有那個油畫效果 好 我們先把這個壓克力顏料 不要放在調盤裡面 就直接擠在這上面 老師要做一點點天空的感覺 所以要加一點白 然後因為今天有楓葉 所以老師就希望 它有一點點黃黃的 秋意的感覺 不用太多 點在白色的周圍就好了 你看老師的顏料都加很多 不加水你顏料要比較飽和的話 你就是量要比較多一些 才可以有像這樣的一個背景的感覺 然後要自然一點的話 記得顏料要錯開來 你千萬不能一層白一層黃 這樣看起來等一下刷出來的效果就會很死板 再來就帶一點點橘 有點漸層 老師今天準備很多種顏料 等一下刷出來的效果就會很漂亮 顏色會上層比較淺 然後慢慢越來越過度的畫到底色其實比較橘 然後橘紅到亮紅色 這個背景就有一種秋意濃的感覺 就是慢慢的漸層下去暈染 其實你看在中表的部分顏色是比較淡一些的 這樣才不會遮住我們的數字 然後在底部襯托我們的花 所以顏色會比較深一些些 這個顏色還滿好看的 對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開始用這個 壓克力的瓶筆下去塗抹 記得要從淺色的開始 左右左右就好了 好像油畫 對 但是因為我們有筆觸 所以你會發覺這個筆觸 比較 刷效的效果比較濃一點 就是故意讓它有這樣子的立體感 這樣子的立體感其實也是一種方式 等一下老師還會教大家其他的感覺 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幅油畫作品 你看 我就要慢慢刷下來 顏色越來越深 這個動作也是滿療癒的 大家可以塗厚厚的壓克力顏料去刷 厚一點就好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老師為什麼要塗得 這麼地厚 OK 好 其實這樣子就已經有一點油畫的效果了 對不對 沒錯 老師教你一個其他的技巧 再來就是把這個 鋁箔紙 對 家裡面都有烤肉的鋁箔紙 就把它捏一捏 捏皺皺的 捏得這樣皺皺的 有沒有像這樣皺皺的之後呢 稍微再在上面 一樣從淺色的地方開始做這種效果 稍微這樣子點點點 所以老師說為什麼要厚一點 就是因為你如果不厚一點 這樣點點點的話 效果就不會很好 那記得你如果點在淺色的地方之後 就記得往下點的時候就不要再點回來囉 不然的話你底下的顏料會被你點上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往下點 有沒有 它就會這樣子 有一點立體感就出來了 同樣的 這一層點完了 我們再往下點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不要加水的原因 你如果加水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種立體感了 有沒有 你看老師下面塗的比較厚 結果它就會比較立體一點 好 這樣子點出來之後呢 如果在家裡面的話 如果在家裡面的話你就放到自然乾燥 因為它還要有一點時間 所以老師現在有一個半成品 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個就是半成品 摸起來是有立體感的 稍微有一點點刺刺的 有沒有 這個就是屬於油化的效果 然後呢 因為我們要在上面做時鐘 所以老師教大家怎麼做得圓一點的時鐘 準備一張紙 看你用杯墊啊 或者是用那個小碟子也可以 弄個圓出來 就對折 再對折 對折好了之後呢 放在你想要做時鐘的上面 之後呢 你看老師已經先把這個 12 3 6 9 在這個橫槓上面了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用鉛筆稍微 標示一下 這四個 數字出來之後呢 其他的 我們就用貼紙的愛心來 代表 如果你不知道該貼在哪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折對折之後 再折三折 這樣子 變成一個 小披薩的形狀 再把它打開來 對著這個痕跡 下去貼就可以了 好 這就是用貼紙的方式呢 把我們的時鐘呢 其實 數字都貼出來 那當然其實呢 可能有些小朋友會認為說呢 反正我底部都已經用 壓克力顏料去上色 那乾脆 我的數字呢 我直接用黑色的壓克力顏料寫 1 3 然後6 9 12 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要表達數字的方式 是很多種方式 你可以用貼紙貼 你也可以呢 自己呢下筆去寫 拿優性筆去上色 那甚至呢 大家呢也可以去拿蠟筆去寫 那總之呢 繪圖的上色的方式是非常的多 那就看大家呢 今天呢為了配合呢 我們整體的效果 那你要選擇什麼樣的方式 你可以用金色的貼紙 像我們這副作品這樣子 你也可以呢跟老師一樣 他也是拿貼紙的方式呢 去貼數字 那當然你也是可以呢 拿出我們的油性筆呢 去用畫的 去用寫的 其實呢 因為你自己手做的嘛 其實也蠻有心意的 所以呢 時鐘的數字 表現的方式隨便打夾 好 再來我們就中間要挖一個洞 那因為這是瓦刃紙 所以它很軟 我們可以用捏子挖洞 也可以用剪刀 直接在中間搓 搓一個大洞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等一下最後我們再把這個 時鐘組給它組合上去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用樹皮 剪出下面這個柵欄的感覺 老師今天用的這個是 白千層的樹皮 大概剪一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高度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記得剪樹皮的時候呢 盡量剪掉在地上 乾掉的 不要是新鮮的 從樹皮 樹幹上面 扒下來的 這樣子比較 上面比較會有蟲 然後也比較潮濕 然後也比較潮濕 好 然後我們樹皮上面 就給它剪一個柵欄的感覺 大小有點不一樣也沒關係 這樣比較自然 好 剪個六根 然後就可以 直接貼在這個下面 用相片膠 如果沒有相片膠的話 用白膠 醬糊 或者是 保麗龍膠都可以 當做是我們的小柵欄 平均放的就好 稍微壓一下 相片膠其實它很快就乾了 你看像這種我們今天做的這副作品其實材料都是現成的 像是顏料啊 或者是說這些花材 都是老師平常呢 其實你可能散個布 你撿到的花材 你把它收集起來 像是呢 我們做的這個假的小柵欄呢 它其實也是老師呢 撿到的這個材料 放乾燥之後 等到它完全不潮濕了 乾燥了 然後呢它其實重量比較輕 然後簡單的澆水呢 就可以把它附著在我們的作品上面 那事實上呢 這都只是一部分喔 因為接下來我們還要把 一朵一朵的花材 還有像是楓葉 都要把它貼上去 那整副作品呢 才算是完成的 好的 現在柵欄這個感覺 有沒有 老師再加上兩根樹枝 整個感覺就出來了 好 現在下來我們就是要 做我們的 花的部分 老師說過 準備一個 護背膠膜 把花都夾進去裡面 保存的時間可以比較久喔 沒錯 因為乾燥的花其實怕潮濕 不管你用護背啦 貼膠膜啦 或者是表框 都是要把花保護在這裡面 讓它防潮 所以你看呢 如果你直接把我們的乾燥花 貼上去的話 你可能這個時鐘 放沒有多久花材 就凋落了 但是如果我們外面 再幫它上一個相片膠 或者是你幫它壓一層膜的話 甚至老師有問你 如果我上亮光期或保護期 再去貼 會不會效果是一樣的 不要上亮光期 因為亮光期的話 水分太多了 花會潮濕會捲起來 好 我們現在準備一個板子 不要直接在桌上燙喔 在桌上燙的話 桌子會壞掉 然後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話 是用膠膜 記得大概中溫就可以了 中溫就可以了 就直接在上面燙 不用墊布喔 你看我燙下去 它就變透明的 有沒有 但是也不要壓太久 壓太久的話 膠膜也是會捲起來的 因為我們的花是立體的 所以記得在燙花的時候 稍微旁邊要稍微壓一下 你看其實老師在做熨燙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等於是幫它上了一層保護的膜在外面 對 然後如果要做貼膠膜 燙膠膜這個步驟的話 老師會建議盡量用不要太厚的 花心不要太厚的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你不要太凸的花材喔 對 盡量找單瓣的花材 所謂單瓣就是花瓣是單瓣的 不要像是副瓣的玫瑰花啊什麼之類的 那個就是屬於副瓣 不要說繞很多圈的花瓣 因為繞一圈的花瓣就差不多了 OK 好 來 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大概就燙平了 燙平了之後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記得剪的時候啊 先剪一圈 這樣剪一圈 從這一圈裡面呢 再把它的形塑出來 但是塑形的時候 千萬不要剪得剛剛好 一定要有一點點膠膜圍繞在旁邊 不然的話你剪得剛剛好的話 膠膜跟花沒有 中間沒有空隙的話 膠膜就會裂開來了 你看老師是這樣 稍微跟著花瓣 S型這樣子剪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旁邊要有一點 挫開來的感覺 好 為什麼要挫開來呢 老師現在要把它燙成立體狀 它雖然是壓花扁的 但是老師希望它是有一點點立體的感覺 好 我們就把它燙它的花瓣的部分就好了 拿起來這樣燙 燙讓它有點熱熱彎彎的 好 熱熱彎彎的之後呢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轉印筆 在上面給它塑形一下 它花瓣就會翹起來 要趁它熱的時候 如果它冷掉就翹不起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它就會有點翹起來 立體的狀態 這樣子 OK 好 老師這邊有準備了一些 已經做好的 你看 所有的花都是這樣翹起來的 沒錯 連這個楓葉都讓它翹起來 比較立體喔 對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組合起來了 好 同樣要用到相片膠 這個時候就可以隨你組合 直接在這個膠膜後面 貼上去 稍微壓一下 老師基本上會把比較淺色的花 放在比較深色的位置 這樣子比較顯色 那記得讓它錯開來 不要太整齊喔 交錯的去放這些花 大大小角的花朵 你可以做交錯感 我們大概要準備的花材 應該也要10多以上 如果你想要讓它密一點的話 那 有的是說它底下的這個油化效果 做得非常漂亮 對 它不想要遮掉太多 那你花就可以少一點 因為我們本身花其實就滿大多的 它是真花真的下去加的 所以它不是假花 它是真的老師收集的花材 然後你乾燥完之後呢 我們再幫它去護備 然後才真的把它黏上去的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 真花去做的一個裝置藝術 那其實這個楓葉也是 因為其實入秋就會有很多 像這樣的花材隨地都是 那大家可以撿了之後呢 回家乾燥完 護備完 就用我們的小熨斗去燙它 然後也可以做出像老師一樣的效果 老師已經把我們的楓葉也黏好了耶 好快喔 對 因為如果有一個一個剪下來的話 就會很快 你看 這樣子就很熱鬧了對不對 好漂亮 好 那我們底下給它裝飾一點青苔 一點點綠色青苔就好了 一樣用相片膠直接點在上面 那青苔就隨意放上去就可以了 看起來就會很熱鬧 我們這邊點綠一點綠色在底部 也剛好可以遮住那柵欄的底部 比較不規則的地方喔 對 然後因為我們希望它是真的可以掛在家裡面的 所以老師再準備兩支很粗的樹枝 然後因為樹枝的話用相片膠比較黏不緊 老師會用這個 熱熔膠 直接在上面 比方說我們真的是要把它吊掛起來 或者是說我們要幫它錶框其實也可以喔 那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單純想要把它掛在客廳 或者是房間的一個角落 我們就會需要這樣的一個長木頭 因為上面還要綁一個繩子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說沒關係 我後面可以裝一個鉤 裝一個掛鉤 那直接掛在客廳上也OK 所以看大家怎麼樣處理它的邊框 你可以直接幫它錶框 也可以像老師一樣加裝兩根木頭 然後再綁上繩結 你就可以把它掛起來 那當然你背後你可以上一塊大磁鐵 你把它放在你家的冰箱上面 其實也都是OK的 好 我們現在最後就把這個 時鐘組合 給它組合上去 通常外面賣這個時鐘組合 都是一整組的 沒錯 它會有個機心 要自己去鎖起來對不對 對 這個很簡單 再把這個零件一個一個套上去 基本上市售就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小鬧鐘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裝在 比方說像是老師的瓦刃板上面 又或者是說硬直卡上面 變成一個時鐘卡片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鬧鐘 其實外面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它也會有 你看秒針 時針 它可以跑 只是我現在其實沒有裝電池 不然的話其實你看 它是會像這樣子 可以轉動的 它是電子鐘 它是一個輕便型的電子時鐘 會長這樣 這樣組合的話 第一個先組合十針 因為它的洞比較大 它最底下 壓下去就好了 你看就會聽到啪一聲 然後再來就是分針 再來才是秒針 秒針 最後我們再綁上這個 繩子 如果妳不想用掛的話 就是用架子 架起來也可以 如果家裡面有立架的話 多餘的剪掉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就是今天麗玲老師要教大家做的 這幅作品其實它是一幅畫 它也是一個鬧鐘 它可以提醒妳現在幾點了 但是它擺在客廳又好漂亮 所以今天是一幅作品兼具兩個功能 我們要謝謝麗玲老師 教大家做那麼棒的作品 謝謝老師 謝謝 那豆豆快樂學堂下回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